美中党主席柯文哲针对自己金华厂的案子 被执意说你是独立厂商 柯文哲说对啦 徒利啦 他还嗆笑说什么地方不合法 对此今天柯文哲又开记者会回应了 说你们这些媒体不要断章取义 你们每天也讲什么徒利干什么 我就觉得很奇怪 柯文哲生气了 说以前你们都说我柯文哲是中共同路人 你现在说我柯文哲要被抓去关了 说你们这些媒体每天在寒沙摄影 讲了好几个月 请问你们到底查到了什么东西 柯文哲怕了 他很担心到底所谓的徒利说 成为民众党还有他个人声量 直接往下坠再次的这个临界点 今天各位来宾 右手边跟各位介绍的是 资政媒体的林玉慧 大家好 欢迎台北市议员简树培 大家好 欢迎政治评论员 欢迎汪杰明 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郑佩芬 大家好 新北市议员吕家凯 文哟好 大家好 除了徒利说 现在他很生气之后 来看他现在最新的是 柯文哲太太陈佩琪 再次出征了顶柯文哲 陈佩琪说 我一点都不担心 他还说他自己退休之后 考虑要加入民众党 要提升整个民众党党员的平均年龄 不过又被网友酸了 佩琪又再次的救夫了 不过陈佩琪说 他根本不担心 因为他的先生 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根本不是什么徒利 另外这个星期天 夫妻两个还要合体参加营展 是不是佩琪救夫 再次出征 我们带你来看 深陷三大案争议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这番徒利说引发争议 自家议员陈佑琪想帮缓家 却被说是帮倒忙 我想主席的话确实是讲得太快 也会造成外界的误解 因为他的徒利是 政府本来就应该要图全民之力 本来就应该要康全民之凯 网友听到全惊呆 因为查成语词典 所谓康他人之凯 就是利用他人的财务 为自己做人情的意思 所以议员言下之意 是承认柯文哲 就是利用人民的财务 替自己做金华城的人情吗 网友大虽然这算认罪吧 硬拗就算了 中文程度还极差 民众党新政治中文新解释 这样的解释是不是 柯文哲是利用金华城 用他指贬 来要徒利金华城 来做自己的人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是让民众无法接受 动党的数字就是这样 原来高宏安会这样子贪污 也不是没有道理 子弟兵互主心切 却反倒像是提优救火 太太陈佩琪也跳出来发文 说自己退休后 考虑加入民众党 除了可以公开帮候选人站台 还自嘲提升党员的平均年纪 还说对金华城案 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先生从头到尾 都没参与的事 到底要怎么徒利 不只发文 周日夫妻俩 还将合体参加营展 被解读是佩琪救夫 民众党从主席 市长到议员争议连环报 没有选战的日子 依旧话题不断 柯文哲说对啦 图利啦 他就说你们这些人讲话 看前后文 不要断章取义 重要的是 公务人有没有依法行政 每天讲什么 人家图利干什么 就觉得很奇怪啊 现在每天都说 我要被他去关了 他就讲了好几个月 到底查了什么东西 陈佩琪今天讲 他说柯文哲又被改罪名了 本来大家一直说 他几大案子贪污多少 所以他上个节目之后 风向转变了 现在改说柯文哲有图利的罪 还说他自己自爆承认 他说心想 我们台湾新闻自愈的手法 真的是很高明 陈佩琪说 我退休之后 考虑加入民众党 书博议员 那个佩琪姐姐 到底退休了没啊 对啊 他不是早就要退休了吗 之前不是他就生气 说这个蒋万安 要求他去资源那个 联医怨爱门诊 给他的奖金不够多 所以呢 他就生气气 要提早退休 所以我想说 你不是早就退休了吗 他还没退吧 结果还没 我现在看到的新闻 应该是9月要退 希望这个佩琪医师说到做到 提早退好不好 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他提早退 但这个当然我们要尊重他 责一个送付啊 退后可以拿多少这样吗 对啊因为我本来就觉得他应该退了 结果他现在是说 我之后退休嘛 所以代表他还没有退 那所以这个陈佩琪跟柯文哲 讲话的同样嘛 所以9月是最好的时间点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9月退休啦 可能那个他们是不是 公务人员有所谓的半年退休一次 那样子的一个这个计算的时间 所以9月如果没有退的话 再来帮他算一次 对对对对 但我知道陈佩琪跟柯文哲 绝对不会亏待自己 一定是最有利的方式去做退休的 然后我要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这个柯文哲 从过去到现在就这样子 只要他讲错话做错事 一定是别人出来跟他收拾善后 他自己一定都说 我没有讲错啦 是你们断章取语啦 你们这些媒体很可恶啦 可是问题是说 对啊就是土利啊 哪里不合法 你说啊 这个土利说跟你的说法很像 没有这整句话 就是柯文哲那一天 接受专访的时候讲的 讲出了心理话 哪一句话 哪一个字 有多有减 可能只有嗯啊而已 对不对 土利说 对啦土利啦 对啦就是土利啦 这不是就是你柯文哲讲的吗 所以谁把你断章取语 是你自己讲的 所以包含你的民众长的发言人 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 哦图的是祭天下之力 扯太远了 对但大家就问你啊 天下之力 金华城百亿农机 二十趴的农奖 除了金华城之外 没有其他人受益 包含金华城隔壁街的接扩的民众 可不可以都跟享受 跟这个金华城一样 多二十趴的农奖 不行啊 就土利给金华城集团而已 完全没有啊 所以人家就问啊 你柯文哲的天下 难道只有金华城吗 你柯文哲的台北城 难道就是金华城吗 所以金华城得利 就是台北城得利吗 你的眼中当了八年市长 除了金华城之外 没有其他的人民 那个利就等于金华城 对就是他的利 他的天下利就是金华城吗 对不对 那所以大家就非常生气 再来百亿龙鸡 他有拿出来奔吗 今天他的这个陈佑城 你没有拿到 我也没有拿到 只有金华城拿到 对 那所有的台北市民都没有拿到 只有金华城拿到 所以今天陈佑城啊 真的是吃了诚实豆沙包 这个民众党议员陈佑城 他讲啊 柯文哲呢 就是康全民之凯 对 对 他就是康全民之凯 因为大家都知道 龙鸡是全台北市民共享的 你多拿一趴 对 我就少一趴 你多拿 你少一趴 我就多一趴 所以柯文哲让金华城 多了20%的龙鸡奖励 多了百亿的龙鸡奖励 全台北市民 就是少了百亿龙鸡奖励 少了20%的龙鸡奖励 这就是事实 所以陈佑城说 抗全民之凯 真的 给金华城的龙奖 就是抗全民之凯 他讲的实话 我觉得这个陈佑城 应该为此 应该要继续让他联队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给他继续联队 真的是抗全民之凯 给他拐包包贴纸 做了实话 因为他是民众党唯一的良心 能够讲出实话的人 但我们要看 包含陈佩奇 或者是接下来的柯妈 会不会出来 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反正就讲了 这个先是民众党的发言人 出来帮他讲话 结果他自己还是这个没有办法把整个这个政治所延烧的战火的袭灭 包含佩奇就出来救夫了 接下来柯妈就会出来救职了 这就是柯文哲失言三部曲 解救柯文哲三步骤 所以陈佩奇就说 哪有啊 那个什么有人讲说什么 这个图利罪 说他自己自成图利罪 我告诉你 每一句都是他讲的 都是柯文哲讲的 所以陈佩奇医师呢 如果想要退休就好好退休 赶快改行做网红 如果你想要加入民众党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加入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你的自由 他加入之后要做什么 副主席 直接当副主席啊 我觉得他可以接任主席 因为柯文哲现在大家讲了嘛 因为他现在已经制成自己是图利了 马上检察官 如果开始进行调查之后 如果他有进一步的这个罪证 被确定的话 民众党可能就没有党主席了 对不对 刚刚佩芬杰就是说 如果柯文哲真的有事的话 民众党就完了 但是如果佩奇姐姐加入 那就不一样 你知道吗 这个包含柯文哲的妹妹代表 代不代表柯文哲不代表 但陈佩奇代不代表柯文哲 绝对代表 名将言顺 对 所以他可以马上这个加入政党之后 成为继位的这个党主席 我觉得这是唯一解救柯文哲的方式 而且这也是柯文哲不要让他民众党 整盘起由黄国昌扛起 最好的方法 就是叫他的陈佩奇 就是叫佩奇夫人出来 然后马上加入民众党之后 未来将当主席 对不对 自己创了党 自己给老婆接 但我要讲 课文哲不要在模糊焦点混淆四听 金华城这件事情 全台北市民都要跟你算账 因为你知道吗 到现在 你知道我最近在拜访里长的时候 所有里长也都爱跟我讲都更 每一个人都问我说 金华城 的那个容积方式 可不可以分我一点点 如果分我一点点 我们家这边的都更就成了 那个条件太好了 是 而且大家不要那么多 只要多一点就好了 所以你要知道 金华城能够想的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跟大家不一样 另外陈佩奇说 这个事情柯文哲没有介入 这件事情完全不对 在我所发布的这个文里面 金华城 找了 过去找了非常多人呈情 包含在郝龙斌的时候 包含在柯文哲 第一个任期的时候 但柯文哲却在第二任期的时候 接受了金华城的陈情 而且交办给下面的人 是交办给副市长 跟交办给都发局 然后都发局的局长很害怕 还发了一个文 要求市长正式签订说 是不是要重办 这都是有文的 而且柯文哲都是亲自签章的 所以陈佩奇医师 如果你要帮柯文哲护航 请把这所有的过程了解清楚 金华城是柯文哲亲自签名 亲自合的 亲自图利金华城 所以跑都跑不了 然后我要再讲一次 图利有没有违法 当然违法 图利是违法 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就有图利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柯文哲在任期的时候 在他任期 第一个任期 还没有招惊了柯文哲的时候 你知道他移送了多少人 图利罪吗 李素德大家都知道了嘛 你知道吗 第二个 还有曾经为了贵子坑的违箭 一个公务人员 他去查报违箭 有人检举违箭 检举这一个 他只有 他只有查报这一个 旁边的违箭 他没有 没有查报 你知道柯文哲把他移送 说他图利的旁边这一件 把他移送 你知道他被判了几年吗 他被判了六年 他被判了六年 图利 所以柯文哲要求你的 就跟这个公务人员一样 这个公务人员没有看到违箭 所以没有查报 而你明明知道 金华城不可以享有农机 你用钻签的方式 送给他农机 我就用图利一样办你就好了 同样的标准 同样对你柯文哲 所以贝奇姐舅福 刚刚这个修培议员说 当党主席 玉慧姐一说先当副主席 我懂你的逻辑 因为当时传出说 他副主席都没有人手 是蔡碧如 蔡碧如好像拒绝之后 他觉得应该是 陈贝奇当副主席 当时那个副主席 其实是民众党里面 有一派人 心里面很害怕 那因为眼见着 现在在网络上面 黄国昌的声量越来越大 然后在网络上面 这个柯文哲的 这个网络声量 几乎已经趋近于零 那怎么办呢 他们很怕 这一个民众党 所有的小草 都要变成聪了 所以他们怕 这个柯文哲的声量 会被黄国昌给夺走 因此当时才会有 建议副主席出来 那我觉得 现在既然柯文哲 你又在网络上面 有声量了 我们政论节目 又开始讨论你了 你现在晚上 应该睡得着 因为你又在 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站到了中心位置 站到了C位 所以主席还是给你当 至于陈佩吉 说我们不能够叫他 第三夫人 那这样子好了 因为我们国内 几大党 现在民众党 好歹他有选过总统 所以你就是 第三大党的副主席 第三副主席 如果说你的老公 像刚才舒培议员 讲的这么清楚 过去你移送过李树德 李树德在内部会议里面 他怎么图力远雄的 就是因为 那个权力金 这个我们干脆不要收好了 免权力金 然后柯文哲是把竹子狗 因此而送给这个检方 然后让因此而起诉了李树德 李树德是被关几年 九年嘛 这图力嘛 九年七年两个案子 对五年以上啊 对 然后那刚才又讲到了 那一位公务员 公务员员 所以那如果说 未来民众党没有主席的话 那就由第三党的副主席 陈佩奇 那能够接任党主席 那民众党顺势的就会成为柯文哲的家党 这是多好的事情 这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柯文哲极其可为 所以陈佩奇医师 他现在也做好准备了 那不管是九月退休也好 反正现在八月了 时间也没有 他讲了好多次 要加入呢 要赶快 那这个赶快 现在先去检位 那先占好位置 然后把副主席 整个流程跑一跑 然后看看在里面 如何建立一个公积金的一个制度 然后在这个民众党里面 可以继续的使用 他好多事要做 建立正确的公积金 第二个不能让充分越来越多 而且那个会计制度要重新建立 这个检讨立法院的会计制度 保住柯文哲的声量 他现在真的很重要 是非常重要 所以陈佩奇对于民众党来讲 难怪是民众党的精神领袖 所以现在找到了陈佩奇 无论如何一定要加入民众党 未来成为民众党的党主席 刚才讲这个柯文哲 他在讲说他哪里有交 那个哪里有土力 这个哪里有交办 那我就用减书赔议员过去 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简报 我从他的过去的资料 来告诉你柯文哲 你犯的罪有多么的重要 身为一个台北市民 佩芬姐也是台北市民 我们金华城 我们现在的房子 如果说现在台北市的房子 很多都是30年以上的 40年50年的比比皆是 我们房子要都庚 一瓶换不了一瓶 李四川说 不要做梦 一瓶换不了一瓶 可是金华城这个案子 一瓶换四瓶 差这么多 对 就是差这么多 一瓶换一瓶 已经大家觉得 我们市民 求爷爷告奶奶的 去拜托这个台北市政府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都庚 再不然的话 人家会觉得我干嘛都庚 我这旧房子 我就这样子蹭着蹭着 我就继续住好了 但是如果可以 一瓶换一瓶的话 那我多掏一点钱 在这个建筑的过程当中 那我辛苦一点 我还愿意 那现在台北市政府 已经告诉我们 一般的台北市民 一瓶换一瓶 别做梦了不可能 可是现在同一个时间 却让我们看到金华城 一瓶换四瓶 我们情何以堪 怎么一瓶换四瓶的 这是蒋万安你的报告 然后解书培议员 把它做成专案报告 过去过去 这个金华城 它是这个工业用地 它原来是工业用地 所以它就算 这个它的土奖 它也是392 所以它在392 希望能够放宽到560 这是在郝龙斌的时代 容积率 390-560 换到560 能够扩大到560 郝龙斌不准 这个乌很久很久很久 不愿意 然后柯文哲在这边第一次放水 第一次放水 392 让他稳稳地做到560 第一次就放560了 对就到560 560 金华城还觉得 这样子不够 还不够 那我要开发的话 希望能够多赚一点 那能够 记利当记天下利 然后这个图利 要当图我 金华城 所以要560 我可不可以继续放大 柯文哲从560 放大到672 又再放到672 再放一次 从672 再放到840 最后这次是840了 对 这个当中还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会议 这个可能输赔议员 都当时都还有 大家还有记录 是金华城想要申请672 但这个柯文哲 要五毛给一块 就给他 直接给840 所以在这边呢 他的冗奖 就增加了50% 就是那个 从560变成840 而且史上只有 金华城这个案子 有840 所以就一瓶变四瓶了 台北市唯一 这个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就只有这个案子 所以就图利嘛 那柯文哲你说没有图利 那你可不可以找出 另外的例子 也是一瓶换四瓶 他说图利不合 图利不合法 对 那你找另外一个案子 你随便再找另外一个案子 没有 那你为什么只有金华城有 那我林日慧 还有佩芬姐 我也要去盖房子 我要去借钱 去找建商 我也一瓶换四瓶 你为什么不给我 如果建商说 那你为什么不图我利 建商说你这库 我可以帮你 调到一瓶换四瓶 大家一定说好 我们一起来都更 全部加进去了 为什么就只有金华城 然后你说 那我没有下条子 我没有交办 简书培议员也非常认真 他把当时 这位是谁呢 当时的这个金华城的董事长 陈玉坤 大啦啦的发个公文 公文给谁啊 对台北市长柯文哲 直接给他 有这样子的陈情 你柯文哲 要来帮我处理这件事情 要从300 我们刚刚讲的392 要直接坐稳560 这就是2020年3月17号 然后柯文哲就把这一张文 就直接交下去 就刚刚讲的 就照办 然后也给都发局 都发局一看到 什么 既然市长下这么大张的便条纸 那还上文来说 市长是真的 这个11楼 我们真的要这样干吗 不然还觉得真的要这样搞吗 真的要这样搞吗 柯文哲就说不然呢 所以这个不是下调子交办 什么叫下调子交办 所以我不知道民众党 他们对于中文学的 跟我们学的是不是一样 因为扛他人之楷 他们的解释方式 也跟我们也不太一样 然后记立当记天下立 这个我们都没有得力的 我也不晓得我们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柯文哲你计较什么 你计较老人家 像我妈妈过去 65岁的那个 他多久没有领那个 老人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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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老金 敬老金 今年他可以领了 那这个好久没有领 你计较老人家 你硬是 你就是不发给老人家 你硬是把那个钱 挪去做其他的用处 连骑U-bike 那个五分钟 十分钟 五块钱 十块钱的 你也要跟人家计较 可是你这个怎么不计较 一两百亿的事情 你怎么都不计较 你怎么跟这个金华城 这么麻吉 台北市民对这个案子 很计较的 为什么只有他可以 我们在柯文哲的眼里面 好像不是人的感觉 就只有金华城 跟星光金是人 因为他的话 他们听得懂 频率可以相近吗 为什么我们讲的 柯文哲都听不懂 那今天陈佩奇 还这个在脸书上面 继续发文 陈佩奇看到我们 他都会骂我们 我们这些名嘴坏死了 他看到你们都会骂你们 他在脸书上都会骂 点名就是 对对 他们有点名 就是名嘴这些人都骂死了 然后说我们都是曲解 给他抹黑 可是我们刚才 讲得这么仔细 然后有这么多的资料佐证 陈医师 你也是理工女 你老公说理工女 不会贪污 理工女应该也不会说谎 可不可以请你 爬梳一下资料 再来发言 您刚刚说 佩奇姐姐当副主席 或当主席 救得了民众党吗 救不了 救不了 他没有完全 从政的经验 他只会发脸书 不不 民众党的问题 其实在民众党自己 如果说民众党 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 今天不至于 柯文哲会到今天 还在那边纠结在 我没有土力 我没有交办 然后高红安理工女 杨文科是公务员 不会贪污 他不会讲出 这么疯狂的话来 然后柯文哲今天讲 高红安 那个案子 那个检察官 扮他的人 都怎么样 今天不是早上还发言吗 这些到目前为止 柯文哲如果都还是这样想 都还是这样讲 如果说 不管是冲也好 草也好 如果还跟随着 柯文哲跟黄国昌 认为他们这样讲是对的 那这个党就不会有救 如果说陈佩奇当了副主席 然后又有葱粉 又有小草 民主党应该会内讧吧 一定会的 因为以陈佩奇来讲 他在政治上面 我想他恐怕跟黄国昌 我现在是认真的讲 在黄国昌的立法院 因为陈佩奇过去 可能在他的专业领域上面 或许是有他的一个专长 但毕竟政治上面 他只见过一个人 那个人在处理政治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在处理政治上面 的时候 他可以跟人家签完六点协议 签完以后就呼呼也说没有 那他可以跟人家 今天做的决定 明天就说没有 那所以如果陈佩奇 只看过的 他的政治上面 他的这个破壳小 他算是一种破壳小机 在政治上面 陈佩奇的破壳小机的对象 如果只是柯文哲的话 你觉得他在 那个民众党在政治上面 如果交到陈佩奇的手上 会有什么好结果 毕竟他没有经验嘛 稍后来 第一个看到是 佩奇姐姐这次仍然要继续的 救柯文哲主 他就说 以台志光案例 案来当案例的话 好龙兵编的怪怪的母约 他说柯文哲编4.6亿 奖案编的5.5亿 要是司法公正 按照土利金额多寡 来计算坐牢刑期的话 他说你们三个人 应该全部都要到土城做办去 佩奇姐姐她很清楚 如果说今天土利罪被判刑的话 简明哥如果按照这样看 包括蒋万安 包括好龙兵 包括柯文哲 意思就是说 不要只抓我先生一个人 三个全部一起抓 他这个方式 其实很像一种方式 就是说如果有罪大都有罪 这是跟高韩的做法 其实一致的 刚刚刚刚讲到 所谓的公经的事情 他也去扯到别的立法委员 说我有事别人有事 其实这里面最大核心一件事情 是他认知柯文哲有事 他已经认定了 对如果柯文哲没事 你干嘛去扯 郝龙兵干嘛去扯 蒋万安呢 那一样道理 高韩就是因为 他如果有事 那其他人有事 那表示他有事 那这个说法 其实对陈佩奇 他其实在转移话题 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是金华城 所以他特别要把 台资光也拿出来 某种程度呢 就是要转移说 不要再锁定金华城 他可能就案子很多 可见陈佩奇某种程度 他也说了嘛 他先生晚上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原因不是因为高洪安吗 睡不着觉的事情 也是因为金华城 所以金华城这个案子 对于陈佩奇来说 是非常棘手的 他又扯了台资光 编议算的事情 他就要把台资光 拿出来做一个案子 所以我觉得台资光 现在我们一案一案讨论 因为现在目前 检掉还没有到台资光 因为柯文哲对台资光 本身也没有 在目前发表什么看法 那我们就比较针对 是金华城 不过你说一句话 其实当时你说这个 蒋万安他这边有调高 这个说有9000万这个事情 其实要先说清楚 这个事件最后是被挡下来的 而且也抓到了 就是陈从光确实有 这个上下起手 这是在蒋万安时代里面 去处理的 陈从文 这个是蒋万安时代里面 处理的事情 而陈从文当时在你 柯文哲市府的时候 你们是一大一仗 竟然可以由议员来调高 这个规费 我们昨天没有听过 这种事情 就是这个议员还可以要求 预算不够 好那当然里面有很多的 咆哮啊 这个警员的一些行为 其实柯文哲都没有制止 那我们其实最核心的部分 如果你正要谈谈资光 可以啊 我们就要谈谈资光 请问一下 当时柯文哲 有没有说这案子怪怪的 有啊 他选取前讲的 那既然觉得案子怪怪的 为什么台资光的业绩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跟警察局有关的 而警察局当谁案 谁定案的 就是你柯文哲啊 这是第一点 他有责任啊 第二点 我们按照法规来说 他有承认啊 对他当然 因为白纸黑字他签的 不是他有责任吗 他责任最大嘛 那当然你台资光的母约里面 当时就有一句话 这个要算到郝龙斌 你真的要算郝龙斌吗 你确定吗 因为郝龙斌的合约上面 有说一句话 如果这个报价是 低于市场价的话 就是他报价高于市场价的话 不得以他的价格为主 要以市场价格为主 所以应该以中华电信 他的一妹跟二妹的报价来计算 对不起哦 柯文哲你的报价 就是硬比这个中华电信的 这个价格多上很多嘛 这也大家都知道事实啊 所以如果你真正要 关到郝龙斌 对不起我们查母约 母约你柯文哲也有事 所以我觉得陈北极 现在谈这件事情 是意图我们把这个议题呢 转到了就是因为现在 就在马上 京华城 台北市议会 就要针对京华城 做专案报告 什么时候做专案报告啊 最近 京华城 8月20 8月20要再做调查了 因为台风的关系 因为彭震生副市长 就是前副市长 他愿意来出席 针对于这个整个京华城 被办理 跟市长交办的整个过程 他愿意来出席 因为他之前 他有私底下跟我联络 他身体非常非常不舒服 那这个身体的不舒服 是不是有因为这个个案的关系 我不晓得 但他现在身体状况好一点了 愿意 然后也愿意来接受议会的调查 对 我以为所有责任 其实柯文哲你自己扛就好了 但是柯文哲 我们知道这个简直输配 有做很多资料嘛 上面也谈 特别谈到一件事 我们就回到京华城 这件事情好了 那这个是这个舒培 算是最认真的一个议员之一 他其实在网路上面 就已经po出 他就po出了这个画面 这画面就是有柯文哲的 这个相片 对不对 好那个相片 大家很清楚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相片 在这里 我们把它看一下大一点 来在这个地方 柯文哲的签字 这个地方 这个文件 简舒培在这边很清楚 当然讨论的就是 现在最关键点的 为什么有20%的额外的补助 这个是可归咎于市府 所做的决定 因为也许你672% 这部分你可以交给都委会 会议来决定 如何从560变672 这部分我觉得 还有很多讨论 也许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政府单位 都会做的事情怎么样 就全部交给都委会 由都委来决定 也许560度到60的 这个到672 也许可以归咎于这个都委会 那里面很多委员 很多的官员 很多学者 好那我们不多说 可是重点是 你从672到840 所增加超过25%的 这全都是你柯文哲决定的 好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这个柯文哲不能说 他没有办法再说假话 这是苗博雅 特别在最近 他自己的小论坛 我们知道苗博雅 是现在全台湾 最很强的网红 他针对这部分有做说明 他在2021年的时候 就质询过柯文哲了 他当时就问一句话说 你下一任市长 会不会有柯文哲五大案 没想到在2021年的苗博雅 竟然精准的说出五大案 但最后 现在有法律问题的 可能有三大案 那当时这个 这个柯文哲说 他不会 不容易 好 那王彪尔 当然是有准备好 他说一句话说 你觉得金华城的事情 可以探讨吗 市长知道金华城的 容积率的事情吗 好这句话 就已经告诉一件事 柯文哲 将来在法律上诉讼的时候 他不能再不知情了 因为他这时候 他说不知情 他说不知道不会 然后他也不知道 好 所以在议会上面 就直接告诉你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都委会审议的权限 是不能超越法规的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 都委会审议 是不能讨论容积奖励制度 这句话 我称之为一招见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柯文哲在讲一句话说 我们来看他内容 他说呢 拜托好不好 其实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 就是有这个整个内容里面 其实是有 包括他就说 哪里不合法 那你们要把这个 参与活动的这些 我们说的这些会议的人 全部都要抓起来吗 他说这个其实很奇怪 涂利啊 然后你说这个 其他的公务人员 是依法行政 好 所以呢 解苏北 这个苗伯雅跟你讲清楚了 他说呢 其实你这个整个 这个所谓的 这我们说的容积奖励制度 就是一个非常涂利的制度 就是在 就在会议当中 是不可以讲容积奖励这件事情 是的 而且你如果要容积奖励 你必须要经过议会同意 你地方自治法 你不能自己设立这样的一个 这是他自己创立的 没有完全 没有经过议会的同意 他自己创立的 那么苗伯雅 为了确定所有的事情 他讲一句话说 你说你们叫做智慧城市 只要有充电设备 你就可以增加容积率 那我这样讲 现在几乎每栋大楼 现在新的建筑物 里面都要充电设备 那请问一下 每栋大楼 都有所谓的奖励制吗 答案是没有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看得出来 其实对于柯文哲说 他真的要逃离 这个所谓的灾难 这种说图例的话 基本上只光这20% 好我们不讲什么 392到672 因为这确实有 进到都委会去做审议 但只光你672到80 这个纸条是在 我刚才已经秀出来 减速杯也秀出来了 这是柯文哲直接盖章 要求增加20个百分点 而这20个百分点就是你柯文哲致命商 所以图例这件事情 光光所谓的容积奖励 在会议当中就不可以提 而提了就已经是明显违法 到时候柯文哲主席对这个事情 应该可以摆口默辟 我们稍后回来